水狼儿警方在破获拉丁美洲匪党 这个匪党还和本地人合作 专门锁定豪宅干案 他们在干案之前会先光明正大 在门口按门铃 确定屋内没有人之后再闯入干案 这群匪党透过这种方式 在巴申谷地区干下了多宗破门行窃案 在得手之后 所有的贼赃会由那些外国籍匪徒负责转卖 借此掩然耳目 警方三天前突击嫌犯在交赖地区成租的房子时 当场发现了大批贼赃 包括总值20万令吉的珠宝首饰 一些假护照和其他破门行窃的工具 两名本地人和两名哥伦比亚嫌犯当场被捕 这些事件地区干下的事件地区 是在沿路上的地区 亭在沿路上的地方 在沿路上的地方 所以在这些时尚 我们一定有10事件地区 亭在沿路上的地方 警方相信这个匪党已经在巴申谷地区 横行了好几个月 在盖难时还会使用假枪来恐吓被害人 被捕的嫌犯年龄介于27到56岁 警方相信他们还有其他的同党 所有嫌犯将被扣留7天到这个星期五 做进一步调查